8點一到發號碼牌 他們都是來報名彰化縣 和美鎮機車下鄉考照的民眾 搶頭箱的是一名洋同學 但他的媽媽可是凌晨3點半 就來排隊了 差不多50幾位而已 滿滿的民眾聚集在報名處 就是要來搶少少的名額 由於機車下鄉考照 對民眾來說相當方便 不需要大老遠跑到彰化監理站 因此受到許多人歡迎 但每年的報名人數有限 今年只有七十人 所以才會搶破頭 而且幾乎都是家長代替小孩來排隊 機車直線七秒 要考驗平衡感 轉彎打方向燈 都不能忘 考照前還要再提點 民眾喜歡就近考照原因 不外乎也是對場地比較熟悉 但搶頭箱的民眾 卻還是太緊張沒考過 剛剛是腳在抖 腳在抖啊 有人考過 鬆口氣 但也有人還要再接再厲 三內新聞 許舒緯 楊敬油熱博 彰化昌報道 楊敬油熱博 彰化昌報道